我們要看的是第四題 好 一樣 老師把 這個線畫起來 好 來 前世圖 一樣是三個單位 這邊上去是三個單位 這裡是一個單位 好 來 先等一下 我們這裡先等一下 因為這裡不是 這裡是啦 所以這裡是像這樣子 所以這裡沒有問題 這是往下一格嘛 所以這裡 沒有線段要從其他地方去取 這是直的 好 所以前世圖 基本是上這樣子 再來上世圖 上世圖可能有一些地方 我們先等一下 先從右側是圖畫好了 三個 所以老師在畫圖 比較喜歡先把剪圖畫出來 再來畫這個完成線 好 因為這個 像現在 我要邊看邊畫 又不能要做 所以有點難 往下一格 所以這個 這裡有一條虛線在這裡 這裡 這裡有一條虛線 這條虛線是這一條 這邊有一條虛線 所以這邊也有一條虛線 所以這個要 用垂直線 要從這裡轉移過來這邊 好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 這裡有一個尺寸 要從這裡轉移過來這邊 好 所以 這個製圖法 基本上就要 從這個角落 好 畫45度 好 畫45度 好 畫45度 好 其實說 我從這個 物體的角落 畫45度出去 好 老師用藍筆畫 讓同學看得比較清楚 對上來 好 這邊要對過來 好 老師輕輕地畫一下 這邊要對過來 好 從這裡對上去 好 所以這要畫45度角 好了 之後 好 所以這裡 凹進去這裡 就是這一條線 所以 我這裡凹進去這一條線 就是在這裡 好 從這裡到這邊 是三個單位 好 再來 這邊是兩個單位 這個三角形是到兩個單位 所以這邊是對稱的 這邊是直線喔 所以這邊 一直直線到這邊 所以它這裡 這裡有一條橫 橫線 齁 所以它像這樣子 好 再來 兩個單位 可是斜到這一個角齁 所以這裡 斜一個角過來 齁 所以這個是斜面有限 有時候要畫45度角 從這裡取過去齁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一下 齁 所以這一體的答案就像這樣子 是一個紙的 小鈴鐺 是一個紙的 完成了